周末经过公馆台大校门前的时候 你总会看见一位街头艺人 用木棍敲打水桶 发出轻量而动听的节奏 吸引了人潮的围观 他就是八旗先生 八旗其实是 bucket 就是bucket就是水桶 然后八旗 就是直接音译 然后先生就是知道 其实就是水桶先生的意思 但是水桶先生听起来很像在卖 就在卖水桶的 所以就改成八旗先生 他2013年开始在公馆 西门和新一区这三个地方表演 但也有很多人好奇 他为什么会选择以街头 作为他的表演舞台 其实主要是要分享 因为这个东西 他其实他不是一个常见的演出在台湾 然后我是第一个就是我觉得 我想要把这个东西分享给大家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我本身喜欢打琴 喜欢表演 那如果你真的要常常去找场地 然后跟场地谈说我要表演的话 其实很花时间 而且能够表演的机会也不多 所以最快的方式就直接在街上 找个地方 对就是你的舞台 对于很多爱欣赏街头音乐表演的人来说 用水桶来代替真的果 是一种很崭新的概念 八旗先生就是用了这种简单的资源 开启了他的表演生涯 那个时候是刚好 乐团想要去表演 那在表演 在找表演场地的时候 一个问题是 那个场地会不会提供鼓给你 那如果他没有提供鼓的话 你就要自己想办法 所以我在大概在那个时候 我就开始寻找一些鼓的替代方案 对然后慢慢的就演化成这些 从小就喜欢拿东西互相敲击的八旗先生 长大之后就更懂得用乐器 敲打出自己喜欢的节奏和旋律 来抒发自己的情绪 我想要做出一个 我自己会喜欢的表演 所以我主要的对象其实 是我自己 然后慢慢的 如果有其他的人聚集的时候 我可能才会依照 譬如说有时候会有人来 看到我的表演 然后就是跳舞啊 或者什么的 然后我就会根据他跳的舞步 或什么稍微做一些修改 或者是如果有小朋友的话 我就会根据那个小朋友的情况 做一些修改 但是在没有任何人的情况底下 我是做给我自己 毕竟街头表演不是一门 可以致富的行业 没办法给人高品质的生活 那么巴奇先生又是以怎么样的心态 来坚持自己的梦想呢 我会做这个打琴音乐 是因为我本身对他的热爱 那如果你对某一件事情 他有热爱的话 其实不会因为 你家里的经济状况 或者是一些 其他人对你的阻碍 然后造成你无法继续做这件事情 当然 当然譬如说 譬如说我家里有这种状况 我可能没办法把这个事情 当成我主要的职业 可是 我不会因为说 我喜欢打鼓 然后我就需要花 五万 或者是十万 那一套多厉害的 我就是 自己想办法也可以 那譬如说我喜欢吉他 其实也有吉他的做法 然后我各种乐器 他们其实都有 他们自己的做法 对 然后 主要就是跟大家说 不要放弃自己的梦想 哪怕是 简单的表演素材 在梦想和坚持的浇灌下 依然可以显得不平凡 任巴奇先生的努力 可以唤醒更多人 追逐梦想的热忱 肖伟扬和黄罕亚 台北报道